土耳其首艘航母阿纳多卢号 5月4日 土耳其为首艘航母阿纳多卢号举行下水仪式 由于4天前造船厂刚刚发生火灾 遍体鳞伤的阿纳多卢号来不及重新粉刷 就匆匆下水 与此同时 由于美国拒绝向土耳其出售F-35战斗机 缺少舰载机的土耳其航母 恐将变回普通两栖舰 始于两栖舰的轻型航母 2009年 为加强两栖作战力量 土耳其向外界发布2万吨级多功能两栖舰招标书 2013年底 经过几轮投标 土耳其选择以西班牙胡安卡洛斯一世级为原型设计 建造新型两栖舰 胡安卡洛斯一世级拥有华越甲板 能搭载垂直起降战斗机 换句话说 可以兼坐新型航母 阿纳多卢号采用胡安卡洛斯一世级两栖舰的整体外形设计 放大舰体尺寸和吨位搭载舰战斗机 该舰长232米 满载排水量2 8万吨 飞行甲板面积5440平方米 比法国西北风级两栖攻击舰还大 设有6个直升机起降点 飞行甲板下式机库 可容纳12架F35B战斗机 使该舰具备千型航母作战能力 同时 阿纳多卢号具备两栖攻击舰作战能力 舰尾物舱可容纳两艘气垫登陆艇 或四艘机械化登陆艇 两个车库甲板可搭载两栖突击车 主战坦克 各型装甲车等 武器装备方面 阿纳多卢号配备一部法国泰雷兹 轻型相控阵雷达 两部国产雷达 一套土耳其阿塞尔森作战管理系统 自卫武器包括两座密集阵禁防系统 四座装备25毫米机炮的遥控武器站 和三座装备12 7毫米机枪的遥控武器站 另外 舰上还安装鱼雷对抗系统 雷达电子支援系统和干扰弹发射装置等 2018年2月7日 阿纳多卢号正式举行龙骨铺设仪式 由于此前主舰体分段已陆续开工 龙骨铺设仪式 意味着阿纳多卢号建造工作驶入快车道 仅用一年多时间就下水 如果没有这场大火 可以说 阿纳多卢号的建造工作相当顺利 要命的是舰载机 二战以来 轻型航母和两栖攻击舰的界限日益模糊 各国倾向用一艘舰艇满足两型或多型舰任务需求 阿纳多卢号正式受这一趋势影响 单就排水量看 该舰已达轻型航母标准 另外 舰上几乎可容纳12架F35B战斗机 加上甲板系流区停放数量 舰载机搭载量也满足轻型航母要求 在舰载机选择上 土耳其瞄准美国F35B战斗机 在去年土耳其防务展上 土方展出的阿纳多卢号模型 摆放着F35B战斗机模型 然而正是因为选择F35B战斗机作为舰载机 为土耳其航母计划埋下巨大隐患 土耳其是美国F35联合打击战斗机项目的第三级合作伙伴 土耳其航空航天工业公司是该项目的执照生产厂家 具备组装整机和面向全球机型生产中心机身分段的能力 作为合作伙伴 土耳其原计划采购100架F35A战斗机和20架F35B垂直起降战斗机 后者将成为新航母的首批舰载机 然而 由于土耳其从俄罗斯购买F400防空系统惹恼美国 美国拒绝向土耳其交付预定的F35战斗机 此举将使土耳其新航母面临没有舰载机的窘况 从目前情况看 土耳其在F400防空系统 抬购上不松口 F35战斗机交付土耳其的可能性越来越小 此前俄罗斯官方表示 如果安卡拉太域生产F35战斗机的计划夭折 俄罗斯愿意向土耳其出售苏-57战斗机 外界认为 以苏-57战斗机替代F35A 不失为一个不错选择 但要找到F35B战斗机的替代品 就不那么容易了 一旦美国明确拒绝向土耳其提供F35B战斗机 阿纳多鲁号将被迫回归两栖攻击舰的角色定位 届时 土耳其的航母梦也将面临破灭 王孝梦 新华社和平方舟医院船 12月29日电通讯 友好航记代言中国写在和平方舟医院船归航之际 新华社记者王佩江山 迎着晨光 目着晚霞 和平方舟医院船 在远离祖国的深海大洋上批拨斩浪 那是拥抱世界的友好航记 航程31500海里 航时2664小时 诊疗50884人次 辅助检查26231人次 实施手术288例 和平方舟执行和谐使命2018任务的这串数字背后 凝结着中国军医救死扶伤的爱 承载着中国人民热爱和平的心 托举着全人类共同幸福的梦 在大洋彼岸留下温暖的感动记忆 与各国人民一起描绘和平合作 命运与共的美好愿景 送达中国福祉 从北半球到南半球 从太平洋到大西洋 从亚洲到大洋洲和拉丁美洲 元旦前夕 和平方舟医院船 圆满完成对巴布亚新几内亚 瓦努阿图 斐济 汤加 委内瑞拉 格里纳达 多米尼克 安提瓜和巴布达 多米尼加 厄瓜多尔的友好访问和医疗服务任务 并精彩亮相智利海军 成立200周年纪念活动后 阳帆归航 长大了 我想到中国跳一支芭蕾舞 来感谢你们 6岁的斐济小女孩戴安娜 在和平方舟接受了两小时的全马手术 手足畸形菌得到成功矫制 感谢和平方舟 这是中国送来的福祉 戴安娜的母亲热泪盈眶 连声道谢 戴安娜是外科医生杨超的一个病患 她主刀或参与手术进百台 被散为和平方舟的超人医生 巴布亚新几内亚小男孩达米安的手指被火烧伤 无法伸直 我和马冰医生成功为他进行了手术 杨超对这台手术印象尤为深刻 如今 达米安成了巴西小名人 他手术后的大头照片 被巴西信使邮报记者拍下 并刊登在头版标题写道 Thank you 谢谢 此次任务 和平方舟海上医院 由海军军医大学成见制抽组 这是军医大学转立海军后的第一次 53岁的瓦努阿图民众 埃尔沙凯西 时隔四年两次登船 分别接受了左 右眼白内障摘除术 他说 和平方舟两次到访 让我的世界充满光明 尹科是最受欢迎的科室之一 医生史盛 周哲 韩文龙 累计诊疗5094人次 开展手术102例 在斐济 和平方舟派出救护直升机 前往距离和平方舟 靠博港 首都苏瓦100公里之外的 瓦图来来岛 将来自中国的健康关爱 送上岛 真没想到 中国军医从天而降 瓦图来来岛 球长拉图激动的说 传递中国温度 并肩奋战的日子 是最美的时光 多米尼加整形科医生 内尔斯说 他在和平方舟上 参与了联合手术 中国军医的敬业精神和精湛技术 让我感动和受益 希望还有机会进行交流与合作 今年5月1日 中国与多米尼加正式建交 和平方舟访多 是两国建交后 中国海军舰艇首次到访 停泊在圣多名各港的和平方舟 成了一道热门的亮丽风景线 国家之间的拥抱 让我们分享了经验